你現在收聽的是PiCast 一個由PiCon台灣熱血志工組成的Podcast節目 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們將會邀請到PiCon的創始元老來講鼓 或是邀請志工講者來這邊跟我們分享學習 或是工作中使用Python的有趣故事 歡迎大家跟我們一起拍起來 接下來我比較想要去問一下 就是Moskey關於你自己個人品牌這件事情 對 然後因為我們之前就是有在聊說 可以討論什麼的時候 你說其實你覺得可以聊一下 經營個人品牌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你真的是蠻早期就在社群裡面很活躍的人 你是高中的時候就有參與志工 那你在這個過程中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有意識的在經營這件事情 這真的是好久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 那我到現在我都還記得就是我高中那一次 第一次參加COOPS CUP 然後第一次在就是BOF 哇 你竟然知道這次 我有看你有回覆 對對對 我也有參加BOF啊 對對對 就是那個場合就那個分享的場合 那真的是那時候很高二吧 然後真的就是在台上然後做分享 那那個不是正式講conference 就是一個會後的分享 就是我有 我記得我那時候寫什麼 但我沒有預料到就是這個反應會這麼熱烈 你說當下嗎 對 那個當下的反應 應該說遠超過預期啦 就只是很緊張然後上去介紹自己做的東西 我就覺得好 對 很棒 好 但那個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那真的說就是有跟個人品牌有關 其實是在2014年到2016年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忘記確切是什麼時候了 那其實因為有前面就是在社群 然後開始會認識人 開始會有人 那是social network 黃金年代嘛 大家會開始加朋友啊 follow啊 所以就開始有一群人會開始在關注你寫的東西 或者是他會看到你寫的東西 那就是在2014年到2016年 就是有一天就是突然決定 應該不是說決定先 應該是說你當然你會發很多的文 那你會發現大家對一些文比較有興趣 對一些文章比較沒有興趣 就那個unlike的那個是感覺的出來的 那我就 好像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我是不是就發大家有興趣的文章就好 然後有一天我真的確切忘記是哪一天了 我就決定不要像以前那樣子用social network 就是我相信大家最早一定都一樣 就想到什麼發什麼 就是一個情緒抒發 或者是生活所思的一個地方 有一天我就決定我不要再這樣用social network 我想要有目的的發文 那我這個目的是我想要幫助就是有追蹤我的朋友們變得更好 對 那聽起來有點空泛就是 呃什麼什麼叫做這個目標 就是因為我就覺得就是因為你自己發文或看別人發文有感覺 有些人發文他給你的感覺是好的是舒服的 有感覺就是給你一些什麼東西 那有些人就是沒有他就是 不是說發美食照不好 大家用的用法不一樣 就是比較沒有目的性 或者是說他自己比較負面的情緒 那比方說我就喜歡做研究 就喜歡做一些技術的探討 那我是可以summarize把它寫出來 很棒 然後大家也會喜歡看 對 那也例如說像 因為那段時間我剛好加入 也拼口也非常非常早期的時候 剛好加入 那也是一個台灣style hub的黃金年代了 就是那個創業公司的那個美好 真的很棒 那時候的就是那個創業的氛圍真的是很棒 我不是創業的一份子 但是我enjoy的那個氛圍 我也覺得這是一些很棒的體驗 就是我很想要把這些很棒的體驗分享出來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那時候還是一個 我幫大家補充一下背景知識 那時候還是大家在喊台灣是軌道的那個時代 現在好像偶爾還會喊 那時候台灣是軌道是一個主流的意識 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那個時代 我就覺得這樣不行 就是沒有 我很愛我的國家 我很愛我養育我國家的土地 我就不能這樣子 但我就想要告訴大家說 沒有其實有一群人是非常努力 非常認真想要改變這塊土地 對 當然現在不會啦 就是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結果 但那個當下其實的確想法就是類似這樣子 然後就想要把他們分享出來 所以這是為什麼會特別提到這件事情的原因 就是因為是說 因為其實今天 其實我覺得當你今天你刻意的在遮住一些東西 刻意的放大一些東西的時候 它其實就算是個人品牌了 那其實我覺得可能做個人品牌 大家的開始點可能都還蠻不起眼的 但其實你只要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商號就算是個人品牌 所以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啊 主要目標就是你希望可以 就是宣傳正面的能量這樣嗎 嗯 還是有沒有一些就是你更想完成的事情 就是你想要透過你建立的這個品牌 去達到的事情 這個好問題 我覺得不能光是說正能量 就是因為如果我們講正能量的話 我們的國師 他也是創造了非常多的正能量 但是我想我想創造的東西是更實質一點的 就是大家是可以可以不只是情緒上的慰藉 而是真的一些更具體更實際的東西 那這個目的我覺得還蠻單純就是這樣 因為當你發現你可以影響別人的時候 你選擇把這個影響力使用在讓大家變得更正面 然後這也是一個良心循環 因為大家通常有這樣的一個人他可能就會想要follow他 你就可以有更多的影響力 對所以我覺得目的好像真的蠻單純是這樣 並沒有一些其他的感覺 我感覺Moski寫出來的文章大部分都是 大家可以照著實踐 就是可以跟著做的一些心法的感覺 嗯 嗯嗯嗯嗯嗯對我的確盡量就是寫這樣子的東西 那你在做就是在做這件事情的當時的過程中 你有沒有就是遇過什麼阻礙啊 嗯嗯嗯有 就是應該這樣說我用PU的方式說好 像如果大家有見 Youtube 有知道一些 YouTuber 應該多多少少會看到lfs在影片上 會就是 覺得哎走在路上都在想靈感啊 都在想下個片的題材是什麼 其实基本上我那时候 那时候还蛮厉害的 每天都有一个po文 其实基本上也是这样子 我大概是一天一po 然后你那一天 你就是在思考说 我今天好像可以写写什么 有的时候你是很多主题 我以前甚至主题 是可以cue起来发 对 就是cue起来 然后再慢慢写 但是在 真的还是会有 灵感枯竭的时候 灵感枯竭我觉得是其次 我觉得更难过的事情是说 你很认真 你真的很有兴趣的主题 你也真的很认真思考 但你写出来 但是反应不好 对 对 这个其实才是最难过的事情 对 所以 对啊 所以其实是会遇到阻碍的 你遇到这些事情 你说你最主要的阻碍 是有些文章没有人看 你觉得很可惜 应该是说没有共鸣 比方说 比方说 这个跟个人品牌无关 但是我 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我很喜欢写程式 非常明显的 对 我就会觉得 我曾经老前这样觉得 就觉得所有人应该 都会喜欢写程式 只是他们可能没有遇到 就是适合的老师 或者是没有适合的机会 所以他们没有写程式 但是如果 比方说是我 我掌握到的某些方法 我应该可以让大家都 很喜欢写程式 大概这样的感觉 但有一天你就会撞墙 因为这世界并不是这样运作的 有些人他真的就是不喜欢 他真的就是不散场 他真的就是没有想做这件事情 那有点像是 就是说 更小众一点的 不然就像只学好了 就真的没有那么多人有兴趣 那有时候你写出来 但是没有共鸣的那个感觉 就是这个是比较难过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 有时候是宣传美界不对 说不定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 会开直播写程式 说不定你可以当直播主 就可以影响到更多人 确实是 这是被我说服了 回去办一个退取的账号 这回归到个人品牌的经营 如果我今天是无限制的 我要扩张Masky这个品牌 那当然的确是这样没有错 但是我并没有就是这么的认真 我并没有真的要 用这个品牌做些什么 我就是希望就是 Facebook 然后我有兴趣的东西写出来 然后我希望大家 我期待大家感兴趣 但大家可能没有 真的非常感兴趣 那我觉得基本上 写程式算是一个很大的投票 大家直播当然会看 你只要Bestgo打 大家会看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有些topic是说 你写出来 大家也没有兴趣 没有共鸣 你在Facebook写 如果没有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没有这个市场 所以就也不用想了 其实我觉得 最痛苦的会是 这类型的事情 而不是写程式 那写程式那个 就只是一个批语 你觉得说 就是你经营这些个人品牌 除了你想要去 帮助大家变得更好之外 有没有帮助自己 包含人脉 或是职业上的 其他的一些经历这样子 有啊 但其实我 不过其实我觉得 这些东西都是其次啦 因为其实我觉得 经营个人品牌 其实它跟创业还蛮像 我不晓得大家 对创业的定义是什么 我认真先分析一下 创业这个词好 创业这词费用的 还蛮广泛的 就真的实际上 是用蛮广泛的 有包含像Pinko 一早期 那我们说是创业 那也有人会说 Pinko现在这样 也还是在创业 那也有人说去鸡牌 就是去夜市 卖鸡牌 这样也算创业 那我们就说就是那种典型的 美国戏股市的创业 通常我们会说就是 STAR UP是一个 创造巨大的社会利益 我们再拿取其中的 一小部分的一个事业 那其实 其实STAR UP 其实也不能说是真正的 应该说美国戏股市的 这种STAR UP 它其实概念上就是这样 我找到一个社会的问题 那它是可以在资本主义的市场运作的 所以大家会愿意付费 来让我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那在这个很大的循环之中 非常非常大的循环中 你可以想象Uber Uber是STAR的外送 再拿取其中 该属于自己的一小部分 那我自己 做这件事情的概念 比较像是这样 因为其实我并 我喜欢写程式嘛 就是我喜欢研究一些专业的东西 但它并不是真的可以 融成一个business的东西 但我会希望说 在我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 我可以创造一些比较大的东西 那刚刚提到一些 像在职业上的一些好处 那就只是 我觉得是我该获得的那一小部分 那其实也 也说起来也 我这里面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 那当然平方学会 有一些知名度 平方说其实我想给演讲的话 其实可以无限给演讲的 对 疫情之后少很多 但是之前的话 是我讲到 会觉得有点累的程度 就是以我有功 本身有正直的情况下 这是有点累的程度 准备演讲是非常累的 你要讲得好也是非常累的 包含我自己在build团队的时候 也有非常大的优势 因为像真的是非常多 我非常谢谢大家 就是来Pinko 也是非常有帮助 因为大家一起成就一件事情的时候 要成就一件大事的时候 甚至需要人帮忙 需要优秀人帮忙 那也是因为有早期这样子的经营吗 也不能说很认真的经营 但是才有这样子的人 然后我们才有机会共事 那甚至比较有趣的是 我真的差点跑去选立委 是你要去选立委吗 对啊对啊 我真的差点去选立委 要不是脑袋还理智 我现在就是无业佣名 没有啦 不一定啊 是不一定 我们现在都可以在队上看你 没有没有没有 我真的差点去选立委 现在还不止一个政党找我 好厉害哦 对啊很酷 好风光哦 没有很风光 没有很风光 应该是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不管你有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一般人 好像不会从写程式跨到去选立委 对啊 就有些像这样的事情 就我也不是喜欢 他这种事情受责人 我觉得也还好啦 但就的确是 有点有趣 那你之前有说过 你其实 你已经过了那个经营 这个个人品牌的阶段 那就是我想问是 你的目标已经到了 还是说你已经有 不同的目标要追求了 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你当今天 你要经营个人品牌的时候 个人就 哎我现在都在 平常都在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哦 这是一个Moskey的品牌哦 这样很悲弃 这样子大家就会发现这件事情 刚好就是到了一个 不是非常在意 这件事情的一个时候 所以我觉得 哎刚好 哎很适合来分享一些经验 那 最主要的原因是 过去十年好了 就是我可能是一个 比较对于这个社会啊 对于整个事情 是非常乐观的 是一个极度乐观的乐观主义者 然后就很有那个热血 这几年就是对这个世界怎么运作 对人怎么运作 就是会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 那我一直都是对原理非常感兴趣的一个人 当我已经在方向跟所有人看的方向不太一样的时候 那我就比较难去找到 大家现在在意什么 那我觉得是真的非常非常难讲 那我想到了一个比较接近这个新进的情况 大家还记得就是 是去年吗 我们很缺疫苗的时候 台湾很缺疫苗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那个焦虑的感觉吗 就是那在那个moment 如果你是政治任务 你骂政府 你讲疫苗 你就有声量 对吧 那如果你今天运气很不好 你刚好是在弹疫苗的那个人 你刚好是政府负责这些事物的人 那时候你要讲什么 讲什么都不对 比较像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我的确还是在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在好奇我想好吃的东西 只是这个东西好像就好像就已经跟就是 一般不管是技术社群或者是多数的群众 他们好奇的地方就不太一样了 对所以就觉得好像好像好像这样就好 对就是就好像就就去经营这个品牌 就不是真的这么有 对我来说不是那么有价值 就我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持续在创造一个巨大的利益了 我好像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觉得好像差不多可以搞一个段落 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那就是你前面有讲到说 就是在经营个人品牌 或不一定是经营个人品牌 就是在做分享的时候 你会比较尝试把就是比较正面 或比较积极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那在这种时候就是你会不会会觉得说 我今天其实有一些 也不一定说负面 但是有一些情绪 或者有些东西想抒发 但是要刻意去压抑他 找汪马处理掉啊 你有看过YouTuber拍片 跟你讲我今天好难过的吗 其实其实有 好像有 但应该不是多数啦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怎么处理自己一些比较消极的情绪 那不能说消极的情绪不会有 我这个人什么没有消极的情绪特别多 对但是但是没有啦没有啦 就是嘴炮贵嘴炮 但是一定会有 这绝对是会有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要看你的 你想要做什么样子的特色 刚刚好我们有聊到就是 其实有些YouTuber真的会拍自己很难过 那就是他的生号 他可以吸引人的一个地方 但我自己的信念比较会是说 我还是想让大家感觉上是正面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说 如果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的确就是事实面 你整理的表演更仔细 你想的表演更深入 那或者是你可以提供一个 比较正向的一个论述 专业面 那当然如果是比较走Drama的 走戏剧的 那你可能就需要一些起伏专者 那这个是你可以透过筛选 筛选你自己表现出来的东西 呈现给你一种不一样的一些东西 那以专业来说 真的推荐大家是不要把负面的东西 去把它散布出去 那如果自己出的话 我通常会是去思考 比如说比如说像刚刚有一个例子 是说那如果你分享的东西 没有人没有回想 那怎么办 难过回家哭吗 也不是 那我通常会把这个力量去转换成是说 那我这样子写是不是没有点到大家 就是没有戳到大家的点 那是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子 一定有一个原因就一定有某种方法是可以 approach到大家心里的 这是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它又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然后你就可以再试试看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 就是想要问说 如果有人他们想要 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 你要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那其实我觉得 PiCast也蛮需要这些建议的 虽然说我说自己不做 但是其实我还是非常鼓励大家去做这件事情 那但是比起我们specific讲 个人品牌这件事情 是我更鼓励的是说 大家要去创造价值 那这个价值你可以自己定义 你可以可能是说是有钱的 或者是说对别人有启发的 或者说对社会有益的 这些都可以 那自己记得就是你一定是创造一个很巨大的东西 再从里面拿一小块 那一个人的这辈子你的时间很有限 当然你可以选择就是 你也可以打电动打一辈子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的选择是去 把你的时间还让别人感觉变得更好 那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这样子做的话 哇那会变得非常厉害 就会比就是你真的一比一 就是把情绪抒发到网络上来得有意义很多 那现在这时间刚好有点尴尬 就是因为刚好前面十年 可能是social network的一个黄金年代 那时候要经营就很简单 就是可能是类似的 大家都疯狂的在上面使用 对类似的方法 你就在facebook 你就随时你可以继续用 其实很多商业的品牌的经营 就真的就是同个套路 一直在做 大家就是很白硬的事情 也有专业的品牌的厂商 专门在做这些事情 其实是很明显 那刚好现在是一个前浪刚退 但后浪不知道在哪里 就还不太确定就是因为你会需要一个汇集人的地方 但是现在这个汇集人的地方是是tiktok吗 是youtuber吗 是是是什么吗 其实坦白说我我可能也没办法很精确的告诉大家 那因为当年当年我没有想太多 就是facebook 那我只是我是user 那我觉得我想要做一点改变 就有点顺便的感觉 那我自己觉得就是跟我自己人生经验一样 就是不要预设立场 就是多尝试 香港主持人的建议非常好 Benson的建议非常好 你发文没人看Twitch上面直播啊 就是或者是各种方式 都可以就是不要预设立场 就是多尝试 因为其实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是 你怎么跟TA沟通 你怎么跟别人沟通 它其实是一样的 沟通这件事情 我发现我会是一样的 它可能会有一点戏剧的成分 可能有一点表演的成分在 它发现我是一样 只是你的舞台在哪里而已 所以你可以一直去做尝试 然后找到就是说 你可以跟你的体验 你可以有最大关注度的一个方式 但是你不要觉得就是维持在这个平台 你可以去各式各样的平台 然后甚至是实体的活动 其实也都是非常值得尝试的 因为像如果你要认真谈我的channel的话 就是最近我不只facebook嘛 那我也有conference的演讲啊 也有学校的演讲啊 那也有各种random的活动啊 甚至有时候有一些social性质的东西 比较不认识的 我其实也是把它当作 三号是一种branding的场合 对 所以其实在各式各样的这些地方 你都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 就不需要对自己太多限制 然后记得就是 其实跟别人沟通 做branding 这件事情它会是一样的 核心会是一样的 你可以把这件事情练到很顺手 就我觉得你个人的品牌就会成功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些点都是我们派克斯 还在努力的部分 因为我们其实你前面也有提到有一段 就是自己做的东西 没有人看的时候会 就是有点难过这样子 但有时候也是会觉得说 我们这节目就是每次都 花了超级长时间 我们的听众好像可以更多 但是我们还在学习 听到这里你还不去按赞吗 赶快按赞 好谢Moskey 有的时候也是行销的 就是像Benson说的 这其实真的是跟创业超级相 有时候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跟你大概run一间公司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各个方案都检视一下 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对我之前在Facebook好像有看到Moskey说 一阵子没有回到社群上 今年好像有考虑想当志工 对啊 想回归吗 因为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以前都是就各自 我发现就是你知道 你准备严强真的是超级花时间的 其实跟大家说Podcast差不多 那你就是去讲那一场 那你讲的那人顶多五百个人 那超级少的 五百个人吗 我肯定五百个人都不多 五百个其实蛮多的 我后来就觉得 这时间投资有一点不是很划算 所以我就想说 好也是因为刚好就是有人要赔 就想说好 那开始转换一下 那也刚好就比较专心在工作上 那刚好最近工作开始 没有真的这么忙了 就有一些时间就觉得 那不知道要干嘛 那最近好像也没有特别研究了技术的主题 投那个投议会有点水 那当志工好像还不错 可以认识一下就是新生代们 对不然都 对就是像老人真的要进棺材了 那Moskey你知道 PiCon现在就是 之前是每年会在大会前会有个Spring 从此开发的活动 我们今年就是会有很多场 最近正在争Spring Leader 有没有兴趣 其实最近好像就是这几天 好 我应该这样子跟大家说 如果你想要经营所谓的个人品牌 现在就是你踏出来的最好的时机 就是多参加活动 没错 因为你如果所谓的品牌 其实就是要有人去相信这个品牌 要知道这个品牌 所以你要在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场合去出现 去让大家知道你 那你也要学会怎么跟大家互动 所以像PiCon的Spring 就是一个非常绝佳的好的袭击 来练习这个机会 听完你真的很心动 非常鼓励大家 就一定要去使用各式各样你知道的机会 如果你今天听PiKiss 然后你没有去报名 那就说明了你的决心还不够 你明年可以再报 每年都应该要报名 Mosky真的是很会行销 就是真的是 帮PiKiss推了一波 对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Spring的活动详细的资讯 好啊 我们下一次的Spring会办在3月13号 那Spring这活动通常就是说 可能会有些Spring leader带着Python相关的专案 然后找大家一起就是投入开发 开源贡献 那如果你就是没有专案开发的经验啊 就是也是会有人带着你 然后像Benson之前是不是有一个翻译的计划 也不是说全部都是你要会写程式才可以贡献吗 对对对 其实好像Open Source的贡献 其实有非常多种不同类型 那我之前有参加过Python正体中文的翻译计划 这个计划我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参与了 但是我还是帮他们shout一下 就是大家可以去follow一下他的GitHub page 然后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 那大家就可以到开抗台湾的粉专 或者是Twitter上面都会有感谢资讯 好那就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那也谢谢Moski今天跟我们分享很多的经验 还有帮我们宣传 谢谢Moski 谢谢 也谢谢大家